小孩有什麼問題 讓你很煩惱 想要找醫生呢 請問你小孩多瘦小 我可以問一下嗎 剛出生的時候 大概有超過那個3% 後來就一直維持在那個線 突出來一點點 我就後來看到之後 我就不想看了 因為 就覺得讓他健健康就好 不過他真的是 病病的問題很不健康 而且這個問題大概 在痛苦了一年多 他很痛苦 我更痛苦 因為看著他痛苦 而且他便秘的狀況就是 他一直有想上 但上不出來 他都會就是鑽到 那個我們家有個大餐桌 餐桌底下 然後一直 這個會很難心吧 然後我就有一陣子 就是把他的 腿推這樣子扳開 因為他在我的懷裡 我覺得他很安心 就有幾次上出來 然後我就誤以為 他這樣就可以 所以每次都把他抓過來 可是他都會鑽到那個 就是餐桌底下 他覺得那是一個他 安全的地方 上這首安心的地方 不過他還是上不出來 什麼方法我都試過了 就是多喝水 然後還有多運動 然後我還試過方法是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有 其實做冒冒的好像 都有試過這個方法 對 真的假的 OK的 可是你知道嗎 我覺得就是 就是看到那邊 就是在那邊弄的時候 然後他也是很痛苦 然後我也是很緊張 因為想我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 我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 可是重點是 出來的時候 我竟然是 使急而進 對啊 一定會 因為是幫他解脫 你知道嗎 可是我後來想說這個 出來的時候蹭一下 兩千三百公克 哪是小朋友出算重量 不是 好錯 好開心 對啦 不過請問 這個是 的確是很多媽媽碰到的困難 不過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 小朋友生病了嗎 哪一些異常的狀況 你沒有想到說 其實這個 也是可以找醫生的 來看看哪些異常狀況 首先第一個是 潛眠 一下子就行了 再來是 記性差 小朋友什麼事情 再來是 容易累 小朋友就什麼累 對 心靈這三個不就你嗎 就是 不要這樣講 回來還有第四個吃太多了 吃太多了 小朋友 講小朋友 對不起 我們家是容易累 然後我們家哥哥 剛上小學的時候 每天回家邊吃飯 就邊打瞌睡 叫他做什麼事情 比如說最簡單的洗手好了 然後要去洗澡 也要發脾氣喔 然後還會用哭腔跟你說 為什麼我要去洗澡 我不想洗 然後在那邊滷老半天 其實我自己也是 你知道 怒火攻心 然後每天都想要爆炸 可是就想到說 可能是因為他剛上小學 還不適應 所以就是 就是在學校很辛苦 然後回家才發泄怒氣 然後我就只好 耐著性子安撫他 結果一個多月過去以後 完全沒有啊 整個變得更嚴重啊 後來我就想說 是不是在學校受什麼委屈 被霸凌 對 然後問他說都沒有 然後問老師 老師說沒有以外 還說 他在學校的表現非常好 真的 人氣關係 對 人氣關係 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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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學校 搞到那些媽媽的問題 他就在學校 原來在加倍霸凌啊 不要飛去再看 這是你 不是他 真的嗎 對啊 可是他那個時候就是 你知道連早上 就是都爬不起來 他晚上已經睡 大概十到十一個小時 小學生來說 我覺得滿不容易的 對啊 然後早上孩子一直喊累 都起不來 所以我就想說 是不是他太容易覺得累了 所以就是才會脾氣那種不好 我的兩個是 大的記性超差 學校老師叮嚇 不管怎麼叮嚇 然後已經打電話跟家長講了 然後我跟他叮嚇 永遠忘記 但後來發現 他是忘記不屬於他的事 你只要答應他所有 有利於他的事 他都不願意 你幾天歪歪以後 就有一點時間可以看智慧 我們約好下星期 下個月的禮拜 哪一個禮拜六 要出去什麼營火蟲晚會 這個就不會忘記 就是大人講話 永遠 永遠 我們家小孩會這樣 那小朋友都會 可是其實對小朋友來說 我們會覺得說 如果潛眠記性差 或是容易臉 好像會有一點點狀況 到底是什麼狀況 有可能是什麼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喔 會開水喝不夠 為什麼 會有關聯嗎 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缺水的話 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的身體就一直叫你說 你要去喝水喔 你有點渴喔 可是你又不想起來嘛對不對 所以那個整個 就跟我們尿幾樣 就說你要去尿尿喔 對 不要啊 不想 不是在潛眠 然後就是潛眠 就一直夾著 一直放到自己在追東西啊 在尿 對不對 對 可是會到記性差喔 記性差我想那要更長期了 我們知道我們大腦 水分的占的比重很重 所以身體其實有很多的水分 到最後你脫水的時候 它就會保留在你的腦部 你犧牲掉其他的器官 對 因為腦啊 這種心臟 這種重要器官 腎臟 這種重要器官 是我們最要保護的 但重點就是 當你水分不夠的時候 你的身體就處於一種 戰或逃的狀態 就是反正我只要活下來就好 那這種戰或逃 這種交感神經 比較興奮的狀態下 你大概只能處理 這種短的工作 就是立刻執行 本能式的工作 所以那需要比較細緻 比較思維 比較細密的這種學習 可能大概就沒什麼辦法 英國他們有做一個研究 好像是東文敦大學 但這是他們的心理學系 做的調查 他當時就是調查什麼 調查當學生 他們進考場考試的時候 有沒有隨身帶開水這件事情 有帶水那一群人 他們平均整體平均的分數 是比沒有帶水那一群人 大概高了5% 真的 又不用唸說 他才叫水分 他才可以叫水分 他們是不是在水壺上寫小抄 尤其是他們就是有 進去考有不同的年級 就發現如果是比較 年紀大的這一群 有帶水的甚至 它的平均分數是 比沒帶水的多一成 真的好有趣喔 偷越說 加越多分 因為他們有些人說 第一個 他們有些人是說 因為你在脫水狀態之下 你的專注力跟思考 都會相對受到有限 那我覺得應該是 未帶水這一群人 可能生活比較 比較嚴謹啦 有可能 因為是心理系做的 他可能沒有調控便宜 對 去做後面的分析 但至少 他們每天記得帶水 時時記得喝水 這些可能你表示 他遵循習慣的能力比較好 什麼也比較會唸說 而且對自己很負責任 但是表示 讓他養成喝開水的習慣 至少是有益無害 你們練健身的也很重視水分的不錯 我一天 起碼也喝到四五千 四五千 很多耶 四五千 我自己喝水常常 我去買那種家庭號的 過的那種大水桶五千瓶的 我就是大概一天就喝 太考試考得好嗎 對 你馬虎不該起馬虎而已 真的 那我會 很會刷小聰明 那你的孩子就也有 小朋友也超愛 因為他們基本上是過動的 就是一直 沒有在停的 然後所以他們會主動 他們一喝就是可能半壺 或者三分之一壺 大概五六百瓶的 然後他們在吃飯的時候 也會要求說 爸爸 我要配水 就是不知道好像離不開水的 那種感覺 對啊 所以我覺得很OK 大概一千出頭 對啊 他們喝水量很夠 很OK 好羨慕喔 我女兒是超討厭喝水的 佳儀你也有在健身 不過 你那塊是離他滿遠的 好緊張 他剛剛都不敢講 而且女生還沒來的時候 這樣就 感覺很亮笑 秀一下 女生你還沒來的時候 他在我們節目上秀 對 你叫我 他連T恤都不敢穿 而且他真的 你超免的 我女兒他好像喝水 要他的命一樣 我可以上一天 大概喝不到一千CC的水 然後他去學校 我們會讓他帶一壺 那種六百CC的水壺 然後幫他裝滿水 讓他帶去學校 我們就要叮嚀他說 放學回來之前要把 奶壺六百CC的水喝完 對 然後前面幾天他回來 水壺都空空了 我們覺得還不錯 都有聽話 對啊 就是都有喝水 很棒 結果後來有一天 老師就跟我們說 我發現你女兒就是 那小聰明 你為什麼剛才看 所以他很聰明 還是說 我願喝水到這種程度 你願意這樣騙爸爸嗎 對 這樣幹嘛 那我兒子也很肥 就是學校規定 每天要喝完兩壺水 我給他就是 買了不同的水壺 他每次都很興奮 帶去學校 滿大一壺的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 他開始不愛帶那個大壺的 聽到喝兩壺 沒錯 壓力太大 這麼多壺當中 他會選一個非常小的 而且他根本不喜歡那個圖案 他現在很迷那種漫威英雄 那個圖案根本跟漫威英雄 完全任何概念都沒有 可是他就是特別選 那個最小的 有一天就問他 他就說因為學校規定 要喝完兩壺 上了大半週要喝完三壺 所以他選最小的 所以其實小朋友一天喝水的量 應該是多少 可不可以教教我們黃醫師 我必須要先說明 其實每一個人理論上答案 應該都不一樣 就算是同樣年齡 同樣體重的孩子 理論上你的排汗量 你呼氣的量 你現在所處的地方 是潮濕還是乾燥 你的尿量 你的運動量 其實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還是 基本上要尊重你的孩子 但是這樣講 很多家長就是不放心 說你至少都有一個數字 讓我可以依靠 這是一個非常古典的 是計算方法 是的 那一個十公斤以內的寶寶 我們通常在醫院裡面 我們就會計算 他的水分是體重 乘以一百毫升 甚至他每天 大概需要的液體 如果他九公斤就是 九公斤就九百 那麼如果這個寶寶在醫院裡 假設他住院 完全不能喝 因為他腸胃的問題 不能喝 我們點滴就給九百 那如果說今天他能喝個五百 我們點滴就只給四百 對 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在家的孩子也是一樣 那十公斤到二十公斤呢 就等於是 比如說十二公斤好了 你就是一千 加上十公斤以上再多二嘛 對 就是二乘以五十就一百 所以就一千加一百 等於一千一 就是這麼算 那二十到四十公斤的時候 你可以想到二十公斤的時候 就是一千五嘛 對 那二十到四十之間的話 我們就是二十以上的體重 乘以二十 再加上一千五 所以舉例來說 假設有一個三十公斤的孩子 三十乘以二十等於六百 對 兩百 十 十乘以二十 對 然後再加一千 我應該是水喝喝喝 好難喔 對 好難喔 對 我也沒想出來 我也是 真的好難喔 因為 十乘以二十等於兩百 兩百再加一千五的一千七 對 其實最重要是十公斤以下 居住必叫 所以二十三十這個 多喝一點 少喝一點 沒有什麼差別 運動量大的 喝醬一定不夠 但是又多流汗 可能要多個 對 因為他的孩子 可能要多個兩百 三百 甚至到五百 那總之你的孩子呢 喝水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們不用為了那個 斤斤計較那五CC 十CC 就是說你還有幾CC沒喝夠 那其實他讓他 很自然的口渴就喝水 我覺得這是比較好的事情 還有特別提醒啊 這個是腫水分 那我們剛剛用奶 在小寶寶的時候 用奶要去扣掉 那比較大的小孩呢 食物裡面也有水啊 也是扣掉 所以他比如說 每年吃大量的水果 他可能喝水量就會減少 就是他可能沒有喝水 但他吃了一顆大西瓜 也喝不大雪水 所以祺薇 你算你小孩上學之後 有改變很多對不對 對 因為學校 真的盯得很緊 沒喝完不准走 但是在那之前 我為了讓他喝水 真的試過很多方法 我覺得搞得我自己都 水變得喝非常多 因為就是 像他嬰兒的時候 我就 用湯匙 我覺得好玩 或者不同的小容器 小杯子 就讓他 玩就對了 對 然後或是那個計時器 譬如說 你喝完這一杯 然後你就可以 有一個水果軟糖 後來我就發現 他很喜歡那種 什麼卡通的東西 我就找他喜歡的水壺 他開始就毛起來 就抱著那個水壺 一直喝 好開心喔 一次就喝到半壺以上 然後過半個小時 又再去喝半壺 這下我緊張了 為什麼呢 他去餐廁所的時候 他說 因為我尿尿會痛 然後 他一下子喝太多水 是 剛剛 航空會痛 對 就是 可能在障的 可能在障的 喝水這件事情 這不是搞死媽媽 就是搞死小孩 真的 兩敗 不然就兩敗的居傷 對 像 我真的很苦惱這件事情 April很不愛喝水 然後他不愛喝水的程度 是那種 就是我要一直說 喝水喔 喝水喔 再喝一口 現在再喝一口 講到其實我真的都煩了 對 我都會覺得 我一直念他 我好煩 我是一個好煩的媽媽 然後他好像仙女一樣 都不用喝人世間的水 好像就可以喝掉 然後有一次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不要再做這麼焦慮的媽媽 我就 他就 你不喝 你就不喝 後果就是 他上個月 他就上廁所的時候 他就很用力很用力 可是就上不出來 然後就 我那時候就想說 怎麼那麼誇張 我就把他抱起來一看 不得了 他那個頭已經出來了 可是我去摸他 那個屁股後面整個形狀 是整個很奇異的一個 很大的形狀 我就發現他是卡住 真的 就是 他不是一個 大家有秘密 還沒出來 就被大家都在想 我還沒出來 我覺得媽媽真的是一個 很神奇的生物 二話不說 我就拿嬰兒油 我就這樣 就在他的屁股周圍 然後我就用手指 去幫他摳大便 可是他大便不誇張 乾硬到像那種花 很久沒有澆水 那個土已經快要死掉了 我怎麼摳 就只是卡在我 大便卡在我指甲裡面 我整個就是弄不出來 所以我最後只好 就握著他的手 幫他加油 他就坐在馬桶上 一直努力 最後大出來的時候 我不誇張耶 他就整個昏厥在 那個馬桶上睡著了 真的喔 你看他就很像宮廷劇 小組產子 然後產了很久 終於睡出來了 屁股來不及看 好可憐喔 我常常覺得大家好像對喝水這件事情 到底是誰因誰過 是因為爸爸媽媽太重視喝水 讓孩子開始討厭喝水 還是因為小孩本來就不喝水 讓爸爸媽媽開始變得 有點洛梨巴索 然後他就更不愛 就不曉得到底是哪一個 機身蛋蛋生機 那喝水對身體是不是健康當然 不用講也知道 但是如果說今天不是說 完全脫水的狀況 但是又好像沒有多到 在這個剛才的數學算式裡面 達到醫生想要的標準 那這個中間是不是就會有 很多疾病產生的 我只能說沒有什麼科學的證據 不喝水會不會便秘 會 但是你已經便秘了 再努力喝水會不會改善 不一定 所以你的孩子 如果就算真的聽你的話 開始咕嚕咕嚕 小熊圍尼的水壺 每天喝個三杯三瓶 也不見得他的便秘就會好 那一樣 不喝水會不會肥胖 會 可是那你一直喝水 就不會肥胖嗎 有可能是因為他喝飲料 對 所以他喝的水很多 只是飲料裡面糖更多 對 所以這個部分 背後可能是間接的關係 而不是直接的關係 不喝水跟免疫力有沒有關係 我覺得跟小朋友某個疾病 可能真的有一點點關聯 但也不是絕對因果 就是什麼呢 之前有一個小女生 她也是跟妳兒子一樣超聰明的 就是她媽媽 也是非常賭性說 應該要喝水這件事情 所以她常常呢 也是會叮嚀她說 妳記得喔 妳去學校 這個水一定要喝完 奇妙的是她都有 空水壺帶回家 所以媽媽也覺得都有喝 可是她覺得我這女兒很奇怪 之前就常常三不五時 她就會說她 尿尿的地方覺得癢癢 假如小朋友有時候不會講那個 講那個感覺 但她就說癢癢 然後我想說 怎麼會癢癢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沒想到過了幾天 真的就燒起來了 燒起來之後 想說不得了 送醫院就說 就 就是六歲以下的小朋友 最痛苦的 那小朋友有時候莫名其妙 就很愛泌尿到感染 所以一次 兩次 三次還發現 她的小孩真的特別容易 泌尿到感染 而且最後一次很慘 因為可能發現比較晚 或她體質怎麼樣 醫生就說 她那次合併了一個腎炎 就是她那個整個腎 就整個發炎 所以她醫生就說 妳這個 因為比較發炎比較大片 所以她有一點點 類似的想像中有結痂的狀態 所以以後可能說不定 妳會受到一點點 聖過門的影響 那醫生說當然有些人 真的是體積因素 但她問她說 妳的小朋友 有沒有憋尿的習慣 妳有注意過嗎 後來才發現 她說奇怪 她沒有憋尿 可是她尿尿的次數 對 她是後來想到 她好像沒有常常去尿尿 後來才發現為什麼 因為她其實幾乎都沒喝水 她在學校那水壺 跟妳小孩一樣 她都會把它倒掉 所以我覺得 當然不一定所有的泌尿 在蓋著小孩都因為喝水 但是至少她都不喝 她都很少尿尿 也是造成她這次風險因子 比別人高的比例 所以去學校家長會 去學校看小孩那個 盆栽長特別好要擔心 真的 真的嗎 都到在裡面了 不過我們剛剛講了 很多不愛喝水的故事 我相信很多家長也很頭痛 不如我們就寫一下 身為爸爸媽媽的你們 當小朋友不愛喝水的時候 你們都怎麼辦呢 媽媽這邊的絕招有很多 我覺得比較能接受的 有一點甜甜的蜂蜜水 好像還滿好的 很多人用得著 對 像Derry 她其實是還滿愛喝水的小朋友 而且她會吃很多水果 她一餐 就是一個晚上 她可以吃到一個便當的水果 而且是三四種不同的 但是她還是有個毛病 就是她還是上廁所的時候 有時候還是屁股會流血 然後我就開始就覺得說 那早上我就加了點蜂蜜 然後那種溫溫的給她 她就可以喝掉一大杯 就可以喝很多的水 然後如果她去學校的話 我會再就是讓她帶一個這個 我想看過很多 很多媽媽都叫做智能水壺 她就是她們可以跟朋友連線 然後比賽看誰喝的水多 還是少這樣子 所以讓她的 可以連線 而且她又會提醒妳 她又應該喝水了 她會提醒妳 對 像她剛剛在下面 就有在講話這樣 最厲害的就是 如果小朋友把她倒掉的話 她知道了 要倒 因為要倒了 對 她也有機會 她今天有沒有喝水 你的APP都可以知道說 她今天喝多少這樣子 那因為她很喜歡玩這個 所以就是蜂蜜水 再加智能水壺 讓她我覺得她每天的喝水量 有加到一千六以上 不錯 她有時候還滿好用 好方法 妳確定她沒有更充滿 我有跟 我會給同學喝 對 給同學喝嗎 所以是到底要怎麼判斷 小朋友需要喝水的關係 我覺得最主要是第一個跟第二個 就是妳會發現她 我還常常脾氣不好玩 體力 對啊 然後本來玩很開心 會開始發脾氣 脾氣不好加喝水 然後呢 如果你去看她尿尿 假設她有尿的話 顏色就不太對了 好像味道會比較重 對 通常最後一個 嘴唇乾 眼淚乾 這個已經是到比較後面了 因為什麼哭 眼淚都很少啊 手心摸起來沒有汗 那個是醫學定義上 已經大概是 但是在那之前 通常就是小朋友會以疲憊感 脾氣不好 或是尿色偏黃 做一個警示這樣 OK 我們家兩個小孩 就是弟弟比較 從小就愛喝水 她其實長大 就是學會的第一個字 不是奶奶 不是爸爸 不是媽媽 是水 真的喔 就是她每天喝的水 比喝的奶還多 就小時候啦 所以她是算很正常 所以長大之後 我是常常在 有她的地方就要備一壺水給她 比如說床頭啊 車子上 她第一句話講水 你有沒有覺得很傷心 我還說水 水 說你很碎喔 他就說你 你是水 沒有啦 水 他臉太傷心了 水 水 可是姊姊就不是這樣 姊姊就比較沒有那麼愛喝 不像她弟弟那麼愛喝 因為有時候兩個小孩 他們會互相爭 你就看弟弟喝 姊姊也要喝 可是姊姊就不會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到一個方法 就說 就給他一點顏色 我們說國中有做過 那種理化時間 那種瘤酸筒有沒有 加入 你給小孩加瘤酸筒 然後我就舉例說 你會有一個顏色的那種變化 我要告他 那我就平常比較 你告他 我平常比較愛喝茶嘛 那我就 就給他一點紅茶 你看爸爸 跟你一點大人的飲料 就一滴一滴 然後那個整個杯子就會染色 就透明的 好漂亮喔 我說這個透透給你 不要跟媽媽講 弟弟也沒有 他說 這是你跟爸爸的小秘密 對 就是他就 乖乖的就喝了 好像很有意思喔 對啊 小朋友比較覺得有趣 這樣子 就跟他玩這樣子 對啊 好方法 蔬果風味水 感覺很香耶 其實就是它就是有那個香氣 可是它沒有甜味 所以我覺得滿好的就是 小朋友可以攝取一些維他命 然後又不會就是說 攝取糖分 那其實為什麼我會開始做這個 就是因為我們家老大 他本來其實幼兒園的時候 就是像剛剛各位媽媽說的 就是老師都很盡責 在喝水這件事情上面 所以他其實以前還滿愛喝的 可是上小學以後 就是因為可能沒有習慣了吧 就變得很不愛喝 現在你知道天氣又很熱 那又一直流汗的話 所以後來就是想了這個辦法 做這個蔬果風味水 那其實就是加一點那個 小黃瓜片 然後萊姆片 也可以用檸檬片 就是萊姆那個顏色比較漂亮 然後薄荷葉把它搗碎 放到水裡面以後 好香喔 對啊 放在水裡面以後 浸泡大概一個小時過後 就可以喝了 然後其實因為就是香香的 我想很喜歡薄荷的味道 所以其實接受度滿好的 然後喝水量也有增加滿多的 那到底怎麼樣 讓小朋友愛喝水 中醫師有沒有什麼好處 是 所以我們還是會 根據小朋友 他為什麼不喜歡喝水 根據他的體質 去找出他的原因 像通常不喜歡喝水的小朋友 大概有兩種體質 一種是虛寒的體質 一種是比較彈絲性的體質 比如說虛寒體質的小朋友 他吃東西會覺得比較沒有味道 因為他的表現是 那像 然後他 因為他主要是因為 他的那個身體水分的 消耗的速度 是比較慢的 導致他覺得 他是不會覺得渴的 那像這種體質的話 那一樣也是說 我們在水裡面 加點甜甜的味道 去讓他比較有那個 喝水的動力 那另外一個就是 彈絲的體質 像我們彈絲的體質 這種小朋友 可能會比較胖一點點 然後平常可能會比較喜歡 吃甜的東西 或者喜歡喝飲料的 這種體質 它是因為他的體內的 那個濕氣已經太重了 導致他脾胃的消化 功能不好 像這種小朋友 他會覺得渴 可是他喝水的量 可是不多的 他可能喝一點點 就會覺得 肚子脹脹的 就不想喝水了 像這種我們就可以在 裡面加 橙皮 因為橙皮 它的味道有點酸酸甜甜 對 那橙皮在中藥裡面 它是可以健脾 造濕化痰的 可以把你體內的濕氣去掉 所以你就比較不會覺得說 肚子好像脹脹的 不想喝水了 那另外一個 我就可以推薦大家 如果說 一般沒有什麼特別的體質 就是小朋友不愛喝水這樣子 我們是可以在裡面加入黃金 這個中藥 它聞起來就是酸酸甜甜的 這是它藥材本身的味道 對 很順口嗎 對 它有點像 它有點像那個 陳皮梅 不是 畫印子 畫印子那個是你的 對 但是它在中藥裡面 它是有補養身體的作用 而且它是屬於就是藥食 就是同類的 就是說它也可以當成食材 也是屬於中藥材 然後它在對於小朋友 它是有提升免疫力 然後又有健脾補器的作用 所以我建議 因為我們昨天自己在診所 自己就試喝了 就引起大家非常的喜歡 它的味道其實大概 兩三片 你就可以泡五百CC的水 然後它喝起來 就有點像 像那個我們在家裡煮糖水 的那個糖水的味道 然後熱熱的喝 真的還滿好喝的 它很溫潤的味道 真的耶 你說得對 因為它真的很像花盒硬子的味道 是不是 然後沒有那麼甜 但是是還滿舒服的味道 對 所以它這個對於小朋友 如果有的小朋友 可能會有點便秘 這個也是很好 因為它有滋潤的作用 然後它又可以補氣 了解 我們想直接吃 這些方法真的都不錯 反正讓孩子喝水 用強迫的沒有用 拐個彎 讓它有點味道 或是有點顏色 甚至一些獎勵的方法 所以它就不錯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小朋友到底是不是生病了 有一些異常狀況 他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來看看有沒有什麼症狀 來 首先 倒汗 冷汗 大出汗 感覺不是很妙喔 很普遍 汗臭烏烏 黏答答的 夏天很濃的 對啊 也有很臭 都不出汗 這個也比較恐怖的 對不對 又出汗 又不出汗的 對 這什麼病呢 來看看 有可能是 老派國 老派國 不是什麼症狀 不是個病吧 流壞汗 那就是什麼 就是 不是好汗 對 不是好汗 是壞汗 那真的是有 還有 運動上的狀況嗎 有耶 我兒子就不是好汗 有耶 真的 真的 因為他跟我睡嘛 所以有時候 他可能滾過來的時候 我就拍拍他一摸 就如果說那種汗 汗是壞汗的時候 很明顯耶 就是你摸他頭的時候 他其實是冒冷汗 然後所以只要 他半夜發燒的時候 我都是這樣發現的 就是一摸就知道 就不對 因為有時候小孩 都是熱熱的嘛 你摸體溫不一定摸得出來 但是只要我一摸到 是他身上都是冷汗的時候 我馬上跳起來 再一量體溫 那一定是發燒的 如果沒有發燒呢 但是我又摸到冷汗 我也知道他 等一下就要燒起來了 我就已經在那邊 準備要等著 掐指算 真的 我就算得出來 我就在那邊準備 要準備掛號 因為我知道他等下 只要燒起來 真的 所以你看 媽媽就很了解 自己的小孩 可是其實很多的狀況是 小朋友睡覺 很容易滿頭都是汗 對 就這麼糟糕了出來 因為我怕很多人 可能聽到田寶講這個 就說我小孩也是這樣 那孩子是不是每天都在生病 都在發燒 但其實很多的小嬰兒 大家有 晚上睡 對啊 晚上睡覺的時候 他就是滿頭都是汗 甚至多到那個枕頭 都還要 真的 而且他會出頭這邊 對 然後你想說他太熱對不對 想說那是不是穿太多 一摸手 冰的 手是冰的 頭在冒汗 這到底是熱還是冷的保護 對 但其實那個都是跟我們孩子的 智力神經還沒有成熟有關 所以他汗腺就會過度的反應 有時候在熟睡期 他就是倒汗 那那個時候 你也不是說太熱 也不是太冷 其實就是幫他 然後他頭上的汗稍微拍一拍 那個毛巾抽掉一層 再放一層上去 讓他繼續睡覺就好 不用再把他衣服又解開 然後又穿衣服 這樣真的是 反而影響他的睡眠品質 差不多到幾歲 會好一點 其實很多孩子到滿大都還是會 我們怎麼睡還是這樣子 對 所以每次那個冷氣 我為了他半夜就會超冷一點 可是我冷得要死 我們兩個溫度不一樣 其實他不是真熱 所以他就睡在那個棉被的上面 我睡在棉被的下面 那樣子的睡覺 像剛才講 流汗至少是好事 我反而擔心是那個 在大熱的天不流汗 那這個時候表示 他的身體已經放棄排汗了 那你要趕快送醫院 因為這個是中暑的症狀 是喔 對 我兒子還滿會流汗的 所以我很怕他不流汗 因為你知道嗎 多年的經驗也沒有啦 五年的經驗 你就知道說什麼情況 就要他快要生病了 就是 因為他活量真的很大 在家打籃球什麼...的 然後一定都要擦汗 可是他有一次 去年母親節 我記得非常清楚 他那幾天就不怎麼出汗 即使跑什麼的 就覺得他有點累累的 可是接下來兩天 就燒起來了 汗怎麼樣都出不出來 給他穿衣服 喝熱的飲料 就是卡在裡面 然後摸他的身體 就是燙燙的 我就跟我先生說 送急診 一進急診 然後就量了那個體溫 什麼就是發高燒 然後還做其他測試 結果竟然是 梅漿菌 梅漿菌 然後就高燒不退好幾天 因為他通常不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醫生說 可是我剛才為他退燒藥 他說你餵他多少 我說 大概2.5cc 然後 他說不行 現在7cc喝下去 就過一陣子就慢慢的 幾天之後 就慢慢恢復正常 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發燒的時候 會不流汗 其實這跟我們發燒的 激轉有關 你知道我們體溫中是 體溫中樞是在下氏球 它就像是我們 就是說 我們一般人這個遙控器 設定的溫度 是大概37度 正常人都是這樣 所以身體就是會 用盡一切所能 維持身體在37度 當超過的時候 他就開始流汗 把它降回來 那當不夠的時候 我就開始發抖 然後把它升上去 但是當你感染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體溫中樞 它就會把遙控器往上按 變成它的標準 會拉到39或拉到40 那全部身體 就為了要配合這個 新色的標準 我們現在在37 現在老大色了40 你要怎麼辦 因為那個時候流汗就是散熱 我沒有要散熱 我要升高溫度 所以胃肝的時候 表示你的身體 一直在努力的往那40度爬 爬... 爬到40度 終於到了 那個老大你滿意了吧 這個這時候 祺薇給他吃了一個 不管兩CC 37 77的那個退燒藥 結果他又 又把那個溫度往下 一扔壓到37 所以全身就 怎麼回事 你怎麼遭令勢改 他又開始一直流汗... 然後又回到37 對 大概就是這個過程 很有畫面 對啊 好小就真的是那位老大了 好小就聊 不要那麼難搞這樣子 所以晚上真的就是 隨著他的溫度 你要穿衣服脫衣服 的確生病的孩子 就是比較難照顧 對 其實我覺得 我是還滿主張小孩要流汗的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正常的生理反應 可是我的問題是 他的汗很臭 對 就是如果我跟他去公園 跑跑跳跳玩之後 他回來那個汗 會是一種說不出來 就是我不會想要他 靠近我的那麼臭 覺得他是我親身的 我還是覺得很... 就是他不是一個小孩 可愛小孩 我知道 有點像那個 小狗三天沒洗澡的味道 後來我覺得是飲食的問題 因為我發現 所以那個小孩會是 真的 大蒜的人 我會嗎 他很愛吃大蒜 他都會把那個炒... 炒在菜裡面的大蒜挑出來 另外放得另外吃 好燙真的喔 對 所以我就想說 像一般 很愛吃大蒜配香腸的老冰 不是生蠻老冰 他沒有味道嗎 所以會不會這個 幼童愛吃大蒜 身體也會發臭 這樣講也有可能 因為其實有時候 我們去國外比較那些 重香料的國家 其實他們 它的味道 味道會有點重 食物應該還是會 多少會影響我們 分泌的液體的味道吧 還是會從那個 我們液體裡面分泌出來 但是我是覺得是說 我們來可以看一下 那個小朋友啊 他流的汗是好的 還是壞的 比如說小孩子 他如果說 他在流汗的狀態下 他的手 刺織還是有點微微溫的 然後他的汗是微微 你摸他皮膚 會有點濕濕的 然後他的汗是比清水 再稠一點點 可是不會黏 然後他的味道 也不會太重 那個就是我們一般講 正常的汗 那小朋友在睡覺的時候 的確他的那個頭 會流比較多的汗 可是有一種體質 它是屬於這個 陰虛體質 他是睡覺的時候 會流全身都流大量的汗 可是你突然他醒來的時候 他汗就停住了 像這種小朋友 他的 尤其他會容易有 那個便秘的情況 他的糞便也是比較乾的 像這種體質 而且他的體型都是 他就是屬於陰虛的體質 那另外一種 氣虛的這種小朋友 他在他稍微動一下 他的汗就會流得很多 這不是那種 我們一般講的 身體很好的那種小朋友不是 他平常他的那個體力 就會比較容易不好 容易感冒 我們這種講的 他氣虛就是說 他的毛孔平常是比較鬆懈 所以他的汗稍微動一下 就會流得很多 像這種小朋友他就是 可能平常我們就 不要讓他太累 那再來就是像 室熱體質 他的汗 他不是飲食引起的 他的汗就是 本身就是那種 像這種小朋友 他可能體型上會稍微 然後可能也會比較喜歡吃甜的東西 或者是比較油膩的東西 這些飲食也會造成 他體型會有點改變 那再來就是 陽虛的體質 這種小朋友 他就不是流很多汗了 他就是不太會流汗 那他平常也是比較會怕冷 那我們就可以去判斷 這個小朋友的體質 然後再去看看他流的汗 是正常的還是不好的汗 有些如果你覺得 你小孩的臭味是大概 開始要進入青春期的時候 開始有味道 那你又有時候就要注意 他有時候 這如果是真的他的體味 你可能就要開始注意 因為我之前 我印象很深刻 是因為我寫過一個案例是 他也是現在小朋友發育得早 他大概三四年級就開始發育 那那個時候就開始漸漸的就是 只要流汗出來 味道就比較重 那你知道小朋友很糟糕 小朋友是人生中 口德最沒有口德的一種 對 真的 因為他開始用一些綽號 什麼臭鹹魚啊 臭豆腐啊 那媽媽那時候不知道嘛 不知道說為什麼他開始 對於去上學這件事情 就是一種很不快樂的狀態 甚至就是因為其他人 就是人在考試 大家就說 這個味道會影響我寫作業之類的 對 就說那一次他大崩潰 他是站起來 他沒考試摔東西 然後衝出去 然後後來真的沒有辦法 學校輔導師才說 這個一定要處理 所以如果他是青春 大概開始青春期 他開始有味道的時候 你要處理他可能真的就是 有體味的小孩 這個時候他的汗臭 不是單純說 我多洗幾次就會好 他可能需要進一步的處理 如果你覺得影響到人際關係 是 可是我覺得 香香的也要注意 因為之前有一個 當娜是相對落後的地方 就是說在內地 他就是有一個醫生 有一次他說 他遇到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是一個老阿嬤 老阿嬤那是來看什麼病呢 他是看新陳代謝科 那他那一天 是他孫子陪著他去看病 孫子年紀不大 可是非常的胖 非常的胖 然後我們留著滿身大汗 陪阿嬤到醫院來 這時候醫生就突然間覺得什麼 孫子一進來 他就聞到一個 他說 然後他就講說 後來跟阿嬤說 他... 你待會兒叫他去量血糖 他說我孫子只是陪我來看 因為我要量血糖 他說這個汗的味道不對 結果去量 小朋友的血糖非常的高 水 但他說... 他說其實他應該已經 有一點的本酮尿症了 就是他一直持續的血糖 有狀況 大家都沒有注意 沒有控制飲食 所以他散發出那個味道 所以 怎麼有那麼大的學問 要有味道就要注意了 下次我要把汗擠一擠 然後給醫生聞說 好 來判斷一下 我會過的搖關 像我兒子就是汗超多的那一種 就是睡覺就是 兒子跟女兒都是 然後醫生那個皮膚科醫生 跟我講說 然後洗澡溫度在34度以下 很冷耶 很涼 很涼 然後都清水洗 然後所以現在已經六個多月了 他說你顧得還滿好的 他的醫衛心皮 皮膚也沒有發出來 但是晚上你只要冷氣 有時候會22 有時候會24 22沒關係 24 他就醒了 很奇怪 他那個溫度表 就持續在23以下 他就OK 那但是 常常帶出去外面那個路上 認識我媽的時候 小女兒說 你也跟妳店說 你們孫子穿得多 我媽就說 我沒有在這罐了 因為老大人都會說 穿多一點 穿多一點 沒有 那個小孩子真的是 如果皮膚有問題的話 你真的沒有辦法讓他穿多 他只要一熱 他就流汗 一流汗 他就起疹 真的 然後晚上就翻來不去睡不著 對 異外性皮膚的孩子 在台灣夏天反而更難顧 是 因為他外面熱的時候 他不擦乳液 他要把那個熱散掉 進了冷氣房 濕度一降 又要開始擦乳液 我覺得這比在北半球 就是在溫帶國家還難 溫帶國家就是一招 就是一直補 一直補保濕 他就是一乾 你就會癢癢 他就抓你 你不注意抓他就破 破了他就不會好 對 他就是要 隨著溫濕度改變 太熱就是讓他涼 太涼的 太乾就是擦乳液 對 但是到底要怎麼樣 讓小朋友流好汗 因為我們感覺說 老派冷這樣不好 流好汗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比如說像是我們剛剛講 氣虛的小朋友 就是容易累的小朋友 你要給他運動的話 就是真的不能太激烈的 因為他本身已經屬於是 比較虛 然後流汗量也比較多的 然後他比較強調就是要 讓他睡眠是比較充足的 休息比較夠 平常飲食上的話 就可以讓他多喝四神湯 因為四神湯裡面有比較多 就是補皮肾的中藥在裡面 那小朋友在補充營養的時候 體質也會有改善 然後再來就是陰虛 就是我們剛剛講 睡覺的時候會流很多汗 然後排便也都是比較乾硬的 這種體質小朋友 就可以讓他喝 白木耳甜湯 或者多吃水果 像水梨 番茄這一類的 比較有滋陰的作用的水果 補充身體的水分 那再來就是像我們剛剛一直講 體味很重的小朋友 就是像這種濕熱體質的 那他這種小朋友 我們可以去判斷 就是他的汗很黏 然後排便也會味道比較重的 這一種 你可以讓他多喝那個 麗豆湯跟薏仁水 就是去溪然後清熱的 像這種小朋友 就是要讓他多流汗 多喝水 把身體的濕氣去掉 然後慢慢的他的那個汗 就會比較稀釋 就味道不會那麼重 那再來就是陽溪 這種小朋友他是不流汗的 或流汗的小朋友呢 他就可以讓他多吃下 比較溫熱的 或者是薑 蔥 蒜 這一類的食材 可以去羊肉湯 就是讓他身體體溫比較高 這一類 他會比較容易流汗 那如果運動的話 就比較建議像 或者是快走這一類 就是不要太過於撈累 但是他體溫 是可以持續比較升高的 這種對於陽溪的小朋友 就滿好的 那今天大家聊了 那麼多的方法 我還是可以幫我們做一下總結 怎麼樣小朋友喝對水 然後流好汗 我覺得流汗 喝水 流汗 這個是一個很自然身體的循環 所以現代的都市孩子 為什麼會常常有喝水的問題 流汗的問題 我覺得最主要是這個循環 並不是平衡的 就是每天被建立的 運動可能是一個禮拜才一天 或才兩天 剩下的五天 其實都沒有這樣的一個 好的新陳代謝 所以我倒覺得 與其整天斤斤計較說 到底你要喝多少水 不如你就每天都帶孩子出去外面 有正常的運動 把那個熱量散掉 然後讓他自然而然告訴你說 我口渴了 我想喝水 把這個很自然的大腦的運作 跟身體的新陳代謝 變成一件你不需要再叮嚀的事情 那到時候你就只需要 把水準備好 那口渴了自然就會來跟你要 把毛巾準備好 他說我流汗了 自然就會跟你拿毛巾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不用成為 一個碎碎唸的媽媽 就像黃醫師講的這個 喝水還有流汗 其實是很日常生活的 你會覺得說為了這個事情 去問醫生 好像也是不應該 或是沒有必要 但是如果真的有問題的話 我們還是去找專家幫忙 那不然的話 今天大家這樣分享 大家也就不要庸人自然 好不好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記得這樣 媽媽好小 感謝我們周圍 我們大家拜拜 我們其實這個節目 媽媽好神 其實都在講媽媽的好話 比較多一點 可是我們今天要來正希 爸爸的挫折 因為爸爸大部分時間 都很溫柔 陪玩啦 陪聊 可能在一個小的點上 譬如說座人員子上面 就發筆氣 然後小朋友覺得 爸爸好兇喔 很壞 怎麼解 媽媽有幾個優勢在 第一個就是 所以對孩子來講 他就是一個 依附對象 最好的依附對象 所以這個心目中的 這個上帝慈母 不管他做什麼 他都是最愛我的 只要媽媽不是給他 這種肢體上的傷害 或者是不給他抱抱 或者是推開他的這個需求 媽媽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嘴巴再怎麼唸 怎麼罵 小孩好像聽了就忘記了 這是第一個 陪伴的時間 差異所在 第二個是 爸爸常常他在胸的時候 都是莫名其妙的 我們爸爸一定會覺得說 哪有莫名其妙 有啊 我就是對他 這個態度不滿意 我就是對他現在做的這個行為 我覺得應該要好好的矯正 可是對孩子來講 什麼叫態度 可能他聽不懂 他必須要很明確地告訴我說 我到底哪一件事情惹了你生氣 可是通常爸爸沒有特別解釋 也講不太清楚 但是媽媽的罵人是句細靡異的 你剛剛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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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從那個 剛才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到你講了哪一句話 然後怎麼樣 你怎麼可以這樣 那其實對孩子來講 雖然那個碎碎念很多 但他大概來龍去脈只要說 媽媽在說這件事 而且大部分都跟生活常規有關 好啦 就給他念一念 那當然第三還有就是 爸爸可能會那種殷勤不定 心情好的時候就什麼都滿好 心情不好的時候 什麼都暴怒 這個就... 你心有氣氣的就是了 沒有啊 好 那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是有些爸爸 會發生的動作 所以基於這幾個辦法 這幾個問題 我們就勸爸爸 發脾氣不是不行 哪一個父母不會發脾氣 那第一個 不要有這種殷勤不定 每一次發怒 記得規矩是一致的 第二個就是 你在發脾氣的時候 確定孩子要聽得懂 你在氣什麼 對 不然氣也是白氣 對 第三個 多花點時間陪孩子吧 多存一點爸爸的時間 爸爸的愛 那麼孩子也會覺得說 爸爸其實陪我時間夠多了 偶爾念念沒關係 謝謝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 yanlış zw value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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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